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六章1到12节 耶和华的约会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 非利士人将祭司和詹普的聚得来 问他们说 我们向耶和华的约会应当怎样行 请指示我们用合法将约会受回援助 他们说 非利士人说 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 他们回答说 当造非利士首领的树木 用五个金智窗 五个金老鼠 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手里和身上都是营养的灾 所以当制造你们痴窗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 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 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 你们为何印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 神在埃及人中间行歧视 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 他们就去了吗 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 将两只未曾富二油乳的母牛套在车上 使牛犊回家去 离开母牛 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 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 放在柜旁 将柜送去 你们要看看 车若执行以色列的境界到博士麦去 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 若不然 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 是我们偶然遇见的 非利式人就这样行 将两只油乳的母牛套在车上 将牛犊关在家里 把耶和华的约柜 盒装金老鼠 并金智窗像的匣子 都放在车上 牛执行大道 往博士麦去 一边走一边叫 不偏左右 非利式的首领跟在后面 直到博士麦的境界 经文就念在这里 非利式人打赢以色列 带走约柜 作为战利品 长达七个月之久 这段期间发生了两件事 让非利式人 不但不再想把约柜占为己有 还要送约柜回以色列 还要献礼赔罪 这两件事 其一就是 非利式人将约柜 带回到 放进大滚庙 放在大滚庙的旁边 隔日 他们发现 大滚庙竟然 突倒在约柜前 脸浮余地 于是他们急忙 将他们的大滚庙 扶立起来 不料 在次日 他又发现 大滚庙再度的扑倒 脸浮余地 而且在门槛中 他们大滚庙的头 还有手 双手 都在都折断了 只剩下产体 其二呢 是约柜 先后停放在 他们三个地方 是亚斯图 加特 以格伦 在那里 所有人都生了痔疮 甚至有些人 死亡了 他们的田地 也出现了老鼠 来毁损 他们的农产品 于是 菲利斯人 将他们的祭司 和詹普人 召集起来 就问他们 他们 告诉了 菲利斯人 关于 以色列的神 在埃及所行的歧视 最终 法老 释放了 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 他们又说 不可空着手 送约柜回去 要制作 五个金痴疮 和五个金老鼠 当作赔罪的礼物 而且赔罪是不够的 要将归荣耀 给以色列的神 虽然如此 但在 菲利斯人的心中 他们心中还是存疑 他们碰到的 生痴疮 还有发生的属祸 是否是自然发生 而不是来自 以色列神的惩罚 他们的祭司 和詹普说 有一个方法 一试变之了 首先 我们来造 一辆新车 然后用两只 未成富二的母牛 来拉车 并将他们出生 不久的小牛堵 关在家中 母牛未成富二 就表示 他们未成被驯服 其天性 应该是 走向小牛 来普鲁 而当天 母牛呢 没有离开大道 也没有 一左一右 乱了方针 而是 一直走 执行到 以色列的领地 博斯麦 神借由 母牛 明显地告诉 肥利斯人 他 叶尔华 是天地中 唯一的真神 圣经中 有好几次 令人印象的深刻 都是和 动物有关的 也显示出 神对动物的 主权 刚才提到 对埃及人 和法老的 这样的实灾 神使用的动物 和昆虫呢 有青蛙 蝗虫 狮子和苍蝇 还有一个故事是 巴兰 想要说出 诅咒以色列人的话 于是 神参派死者 要杀他 然而呢 巴兰 看不见死者 也看不见 他手中的刀 鱼献看见了 鱼为了避开死者 于是就从道路 走向田间小路 为此呢 巴兰鞭打了鱼三次 于是神呢 就使鱼 开口向巴兰说话 另外一个是 先是约拿 神要他呢 到尼尼威城 传导他的话语 约拿不肯 便坐船躲避 海上遇见了大风浪 船呢 都快翻覆了 约拿呢 就说出了原尾 于是同船的人 就将他 抛在海中 本来约拿会 葬身在海里 可是神呢 安排了一条大鱼 将他吞下 他就在鱼腹中 待了三天三夜 之后呢 叶华就将 吩咐大鱼 大鱼就将 吐到汉地上 另外一个是 儿童主治学 都会教导的 但以理的故事 他被人设计了 被大利物王 扔在狮子口中 但是神呢 差遣死者 封住了狮子的口 不叫他伤害但以理 圣经还具载了 许多与动物 有关的故事 就不一一列举了 对了 你知道 十二生肖中 有一种动物 圣经不曾记载 你知道是哪一个吗 是老虎 但如果你有查到 在圣经中 有记载的话 就请告诉我 由于祭司以利 不制止他的儿子 在会幕中 所行的恶事 导致以色列人 和菲利斯人打仗 耶华不与他们同战 菲利斯人打赢了 必抢肿的约柜 然而菲利斯人 在受到惩罚之后 心中害怕 要送走约柜 而菲利斯人的首领 就跟着牛车 亲眼目睹了牛车 回到以色列的境地 读到这里 你是否有个问题 以色列人明明知道 以色列的神 比他们所败的大滚神 更加有能力 却为什么不来敬拜 耶和华呢 以赛亚书45章 6到7节 从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处 使人都知道 除了我以外 没有别神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 并没有别神 我照光又照暗 我施平安又降灾祸 照做这一切的是我 耶和华 神在埃及降向石灾 是为了让埃及人 和法老知道 祂是唯一的真神 同样的 祂让菲利斯人 生了痔疮 工作物 遭到属坏 是希望菲利斯人 来认识祂 然后回到上述的问题 为什么菲利斯人 不来敬拜 耶和华 原因是 菲利斯人对耶和华的 作为视而不见 应景顽固 不知悔改 所以视约会 为不祥之物 菲利斯人不知道 约会是要用台的 不是用牛车拖的 在民宿记 四章说到 约会和圣物 是要由 割侠的子孙来台 后来大卫迎接 约会来到耶路撒冷 犯了和菲利斯人 一样的错误 用牛车来拉 第二次 大卫知道了 就着急 立位人来台约会 约会 对古代以色列人 是神的同在 对于现在的我们 虽然没有约会 但是有圣灵的引导 弟兄姐妹们 想要蒙福 就要对神 有敬畏之心 以色列人在埃及 做奴隶时 法老要收生婆 将男婴杀掉 只存留女婴 但是收生婆 敬畏神 不肯按照 埃及王 的吩咐 所以神 所以神后代收生婆 那时 做收生婆的 多数是不能生育的 这两位 斯弗拉和普拉 因为敬畏神 所以神 便叫他们 成立家事 在史图行传 第四章 记载了 在 该萨利亚 有一位百夫长 哥尼流 他是一个虔诚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 接济百姓 常常祷告神 圣灵就告诉彼得 去为哥尼流 和他的亲属 好友 施洗 归入主的门下 敬畏和恐惧 是不一样的 基督徒对神的敬畏 是对神的圣洁 和大能的尊崇 明白 神对罪的恨恶 敬畏 神对罪的审判 我相信 神的管教 是出具于爱 是为了我们好 约翰一书 四章十八节 说到 爱里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 就把去怕去除 因为惧怕里 安有刑罚 惧怕的人在爱中 在爱里 就未得完全 恐惧中 带有不信任 世人就像 非利世人一样 虽然看见神的作为 却因自身的骄傲 想要自己做王 不愿顺服 弟兄姐妹们 身为神的孩子 只要带着一颗 敬畏的心 亲近神 我们的神 必然 看顾我们一生 在诗篇中写道 凡敬畏耶和华的 不论大小 主必是福给他 凡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人 便为有福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能为圣 谢谢你将你的话语 赐下给我们 让我们时刻 明白你的话语 主 祢是一位天父 祢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我们所做好 但祢也是一位严父 祢求祢将敬畏的心 放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时时时刻刻 记得祢的话语 将祢的话 藏在我们心中 免得我们得罪祢 是二主 也感谢祢 让我们 因为有一颗敬畏之心 就 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我的父 罗王 谢谢祢如此爱我们 开始这样祷告 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 友姐妹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祢愿你有一个平安喜乐的一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